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KC新闻,我是后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要如何善用层别分析掌握经营契机 许多小型企业及农民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状况 就是既有的财务资料无法作为策略规划的参考依据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财务资料普遍只有日记账簿及总账报表 而且还有不少是使用纸本的账簿 如果要进一步分析运用时 需要花费不少的人力整理才有可能制作完成 然而财务资讯是组织经营的实际成果资料 如果只有用在报税及掌握整体的盈亏状况 而没有运用在整体的经营策略方向拟定 行销策略规划 新产品或服务开发 顾客关系经营或者是人力调配排班等等 实在是很可惜 其实要将原有的日记账簿及总账报表转换成电子试算表并不难 只要具备有对电脑应用软体使用技巧就可以 但是如果要让这些资料发挥更大的价值 事前最好要考量以下两点 第一,试算表是否还可以作为其他统计用途 以人工填写的账簿大多是因为考量人力,所以记录的资料不够详细 许多重要的进销存资讯未必被记录 例如销货簿也只有登录交易日期、品项、单价及实际交易金额 如果能够增加记录客户别 也就可以统计每位客户 也或者是不同类型的对象的交易总金额 也就可以针对关键客户、关系经营 以及对潜在的对象开发 除了保存帐簿的原有的格式以及功能之外 只要稍加规划及人员输入时多花一点时间 也就可以发挥许多的参考价值 再来要考虑的是 试算表的资料内容在细分之后 是否可以提供更精确的决策资讯 为了使资料便于分析或以及提高价值 在资料建档前应该针对分析的用途 将资料加以分类及群组 才不会隔断时间后发现资料归类不当 而无法进一步分析统计 而分类法有许多的原理原则 但考量方便好学 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成别法 成别法是QC七大手法之一 简单来说是分门别类法 是针对部门、人员、工作方法、设备、地点等所收集的数据 按照它们的共同特征加以分类统计的一种分析方法 能够区别各种不同原因对结果的影响 以个别的原因为主分别统计分析的方法 当大家要使用成别法时 可以参考下列步骤来思考运用 第一,先针对要分析哪些项目的资料盘点 有哪些特性来可以作为分类的依据 例如月份、商品别、客户别、通路别等 第二,资料分析有哪些目的或用途 例如为了了解商品的销售状况 通路的营收贡献或者是新产品开发方向等等 根据前述目的,有哪些特性可以达到其需求 举例来说,某项产品的各通路营收贡献 至少要有产品别、通路别、营业额才能进行统计 第四,所需要的特性要如何分类 以农产品的通路来讲 可以区分为拍卖市场、传统市场、连锁超市、量饭店、超商、加工厂等 而农产品可以分为稻米、杂粮、蔬菜、水果、加工品等等 第五,分类要分到多细才恰当 简单来说就是够用就好 因为分得越细则花费越多人力 但如何评估够用就好 只要分类后的资料能够分析出所需要的资讯 那就符合这个原则 特别是未来可能运用大数据分析 那么分类的项目最好要详尽 不过分类越详尽也就意味着资料累积的成本越高 所以层别的拿捏可要考量平衡 第六,依据分类将资料归类或者是群积 当完成这个步骤后 就可以开始将资料试填 实际操作后再加以修正调整 经过层别的经营资讯 也就可以作为行销、研发或者是改善的参考 而层别法的原则及步骤很简单 只要熟悉及加上经验 应该可以运用自如 不过从长远的经营观点而言 虽然将重要的经营资料 以数位化的方式建档流程 但是电脑应用软体的设计 对于客制化的经营资讯 仍然是有许多的限制及不便 所以适当的时机仍然应该要考量 是否要购置套装软体或者是开发系统 来节省人力以及提供更多的有用资讯 如果您对于组织资讯有相关运用有兴趣的话 请欢迎上MPIC网站浏览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厚仪 我们下次见 拜拜